另外首相安华官房卡塔尔期间会见哈马斯领袖引发了种种揣测 安华就解释他只是和几十年的老朋友哈尼耶见面而已 过程当中也试图说服老朋友和平解决袈裟冲突 包括停火和交换人质 并没有宣扬恐怖主义和错之友 安华今天在东京举行的日经论坛问答环节当中 谈到和哈马斯的关系时说 哈马斯领袖视他为朋友 他有义务给予忠告 为协助和平解决冲突出一份力 安华形容持续的加沙战争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道危机 各国即使在意识形态或双边关系上有差异 都不应该纵容暴力或视而不见 他强调以哈马斯发动袭击为开端而引发的加沙战争 并不能够抹灭巴勒斯坦过去七十年受到压迫的事实 因此我国始终支持两国方案推动以巴实现十九和平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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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